女孩只是从蛋壳里破开 平级的荒漠就重新变成绿洲 怎料这一幕被监控拍下 镜头平到全星际的网络上 一时间各方大佬纷纷出动 帝国皇储 军团上将 腹黑医生 战神元帅 都想将女孩占为己有 只因这里的兽人 长期遭受精神力暴乱的折磨 导致自然幼崽灭绝 因此他们只能长期依靠基因克隆延续后退 而女孩不仅是星际唯一的纯种幼崽 所散发的强大精神力 于是只好绑定了这个连壳都还没破的小崽崽 为了能让幼崽活下来 小六只好将自己仅剩的能量用在幼崽身上 不然就以这里简陋的条件 幼崽肯定撑不到三天就嘎了 这是一阵咕噜噜的声音传来 崽崽有些奇怪的戳了戳肚子 小六看着崽崽傻乎乎的 忍不住出声提醒 饿了就快去吃蛋壳呀 崽崽顺着小六指的方向看过去 就在小六以为小崽子终于要开窍了的时候 小家伙手脚并用地爬到蛋壳里准备呼呼大睡 不是 是吃不是睡觉 小六苦口婆心地说着 许久后崽崽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于是把蛋壳含在还没长牙的嘴里 幼崽吃着吃着就开始昏昏欲睡 两只小手手抱着蛋壳 小家伙闭着眼睛 嘴巴却还是含着蛋壳不放 时不时地如动两下做蛋壳 弹幕渐渐地平静下来 兽人们满脸堆笑地看着崽崽睡觉 有满身肌肉的壮汗甚至捧着脸看直播 小六看着一大波狂暴直入仗 忍不住感慨崽崽的威力巨大 果然猛男也无法抵抗猛物的诱惑 第二天早晨山洞被外面的阳光照亮 小家伙睡得饱饱地从蛋壳里爬出来 手脚并用地爬到山洞口 巴唧巴唧 小家伙指着外面的风景 好像是在让系统一起看 外面是一片草地点缀着极多眼花 看起来唯美动人 崽崽我们回去吧 外面很危险 谁知小六还没从暗喜中走出来 就看见崽崽爬到了一块巨石上面 下一秒巨石突然开始剧烈地摇晃 小六赶紧买了个防护罩 接住不省心的幼崽 可崽崽非但一点也没觉得后爬 反而有些茫然的眨眨眼 崽崽这是还想再来一次吗 哭笑不得的小六没好气地 谈了谈幼崽的额头 小麻烦金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花了我多少能量买防护罩 幼崽捂着额头委屈巴巴地看着小六 哼哼唧唧唧地别着嘴巴 宝宝要哄火 忽然宝宝就生气了 小家伙你还委屈 我才要委屈呢 幼崽唯唯唯唯唯地看着小六 至于小六的话 人家还是个刚出生的小宝宝 完全听不懂呀 好好好我的错 我不该凶你 更不该谈你的额头 小六最后还是妥协了 卑微地哄着傲娇的幼崽 幼崽被哄开心了 扭着屁股欢快地去探索他的心灵地 遇到什么都要抓在手里看两眼 小草拔出来看两眼叼嘴里 红色的花花也摘下来插在耳边 忽然他看见一坨白色毛茸茸的小东西 于是幼崽兴奋地爬过去 一把抓住小东西的尾巴 这不是兔子吗 不对这个兔子怎么这么大只 本来以为是只小兔子 可随着仔仔目光上瘾 他这才发现居然是一只便衣兔子 兔子站了起来 转头看着在自己尾巴上作乱的小家伙 下一秒兔子张开血盆大口 怒吼的同事带起了一阵风 把幼崽耳边的大红花都吹跑 幼崽摸摸空空的耳朵 花花没了 于是他气鼓鼓地瞪着兔子 乃声乃气地吼了回去 这时兔子心红的眼睛盯着下面的小骨点 抬腿就要踩下去 小六赶紧把幼崽抱过来 给自己买了个加速棒 带着仔赶紧溜了 两个人回到山洞 幼崽还激动得很 对着洞外指指点点 仔的花花没了 被坏东西熬屋一下把花花吹没了 啥仔仔 你过去是想送菜吗 小六啼笑皆非地看着激动的小仔仔 伸手拦住幼崽想往外爬的动作 小六你没看到吗 坏东西把我的花花吹跑了 没有花花仔就不好看了 我再给你摘一朵花花好不好 不要生气了 小六的声音温柔极了 一边哄着一边轻轻地拍打幼崽的背部 小家伙很快在这样温柔的哄睡中闭上眼睛 睡得香甜极了 于是趁着幼崽睡着的间隙 小六便出去给小家伙摘花 谁知回来竟发现他家仔不见了 不过还好 仔仔没有爬得太远 小六没一会儿就追上了 仔仔咱们回去吧 才不要回去 洞洞里不好玩 此时的星际帝国内 元帅奥德斯尔一觉醒来就收到了这个好消息 于是立马带队动身去寻找幼崽 势必要将幼崽安全带回地 一时间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 巨大的飞船立刻起飞消失在原地 一小时后飞船到达目的地开始着陆 此时的另一边 小六感应到山洞来了外人 应该是帝国的人 于是他抱着仔仔快速地回去 此时的山洞内 奥德斯尔元帅和部下们正在山洞等仔仔 有小兵好奇地凑过去想要看看蛋糕 却被老兵趴得一下劝退 别乱动 这是仔仔的东西 等一下仔仔就要回来了 此时山洞外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众人扭头望去 只见梦寐以求的仔仔正往自己这边爬过来 仔快过去 爬到那个男人身边让他抱你 奥德斯尔脸色冷逸 手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 就在众人齐刷刷盯着幼崽时 仔仔却突然停在原地不动了 直接闲于事地趴在地上 宝宝累了 宝宝不想爬了 仔 想象你刚刚答应我什么了 小六努力地想让仔仔起来 奥德斯尔的狂暴值高的晶圆 全是靠镇定计才能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 如果能吸收了奥德斯尔的狂暴值 系统就又能有一大笔能量进展 就在系统小六苦口婆心地劝说之时 奥德斯尔走了过来 小家伙需要把头仰起才能看见他的脸 仔仔有些惊叹的眨眼 好高 比坏兔子还高爱 奥德斯尔微微皱眉 作为帝国大元帅 他身上的沙发之气很重 胆小一点的人能直接被吓过 更何况白白软软的小幼崽呢 仔仔养的头 眼睛水润润的 就在所有人以为仔仔会被吓哭的时候 仔仔慢吞吞地眨了眨眼睛 然后做出惊呆所有人的动作 只见仔仔伸出手来对着奥德斯尔要抱抱 在众人的目光下 这位冷硬严厉的元帅大人有了一瞬间的震论 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疑问 元帅大人会抱仔仔吗 元帅你要是不愿意 要不就让我来抱吧 奥德斯尔不说话 只是身边的气场更强大了 此时离得近的人都忍不住瑟瑟发抖 下一秒只见仔仔抓着奥德斯尔的腿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 奥德斯尔在仔仔往上爬的时候忍不住瞳孔地震 身体越发的僵硬 就在仔仔即将到达目的地时 突然小家伙的手一软 下一秒就要掉下去了 这时在场的人一股脑地往仔仔伸向 生怕摔痛了仔仔 好在奥德斯尔反应够灵敏 一把捞住糯米团子 软软糯糯的小奶团就这么塞满了他的怀抱 奥德斯尔再也无法维持冷淡的神色 而是染上了几分温柔 仔仔奉王庭的命令 我们现在要接你回帝国了 会在迷茫地眨眨眼 好像没听懂奥德斯尔的话 仔快答应啊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狗都不带 终于在系统就要跪下来的时候 仔仔小朋友终于点头了 点头答应的仔仔指了指扇动中心的蛋壳 示意奥德斯尔把他的口粮也带上 因为蛋壳不仅睡起来超舒服 而且味道也超棒 于是奥德斯尔把只剩一半的蛋壳带上飞船 飞船上经过一番检查的仔仔 坐在透明的防护舱里 外面围着一圈兽人 你们在干什么 冷淡的声音传来 身穿军装的男人大踏步走到防护舱前 所有人顿时像小鸡仔似的收声 不敢再围在防护舱前 又看见奥德斯尔的小家伙眼睛一亮 小胖手拍着防护舱的玻璃门 奥斯德尔见状一脸严肃 别拍玻璃 仔仔太弱了 他的手那么小 防护舱的玻璃房太硬会弄疼他的 此时感觉自己被凶凶的仔仔委屈了 撅着嘴巴哭了起来 奥德斯尔心道不妙 不好 仔仔你别哭了 飞船内听见仔仔哭声的其他人 也顾不上袁帅的威严 纷纷担忧地围了过来 奥德斯尔无助地看着玉佑师 我什么都没做 袁帅您先退后一点 我来检查一下仔仔 玉佑师打开防护舱将他抱了出来 仔仔蹭了蹭抱着他的玉佑师 红着眼睛告状 所有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盯着奥德斯尔 仔仔还那么小 怎么可以凶仔仔 奥德斯尔觉得自己冤枉极了 我只是让他别拍玻璃 检查完仔仔后 确定没什么问题的玉佑师叹了口气 袁帅 仔仔还是个幼仔 如果说话太冷硬的话 是会吓到仔仔 要温柔一点才行 温柔 如果让他去打重复 他一定开着飞船马上就去 看出奥德斯尔的为难后 玉佑师笑了笑 把怀里的仔仔 往奥德斯尔的方向送了送 袁帅宁先试着温柔一点 和仔仔互动 这时趴在玉佑师 怀里的仔仔悄悄地抬起头瞄了一名 然后又马上趴了回去 宝宝一点都不期待 奥德斯尔被仔仔这样的小动作逗笑 于是眼神不受控制地柔和起来 玉佑师赞赏地点头 对就是这样的状态 您可以轻轻地拍一拍 仔仔的背部哄一哄他 奥德斯尔于是犹豫地伸手 修长宽大的手掌 在仔仔小小的后背拍了拍 对不起仔仔 我没有要凶你的意思 可小小的幼崽将头 埋在玉佑师怀里就是不肯出来 从来没哄过孩子的奥德斯尔 看向玉佑师 深色眼眸中带着几分无助 玉佑师笑了笑 温和地鼓励奥德斯尔继续 记得要更加温柔点 奥德斯尔越发轻柔地拍着仔仔 是我语气不够好 仔仔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见男人态度诚恳 小家伙才勉为其难地原谅了他 已经不生气的仔仔身着手要抱抱 玉佑师虽然舍不得怀里的小家伙 还是把仔仔递给了奥德斯尔 奥德斯尔抱着小家伙走到窗户边 飞船的外面是满天星河 各种各样闪烁的星星 在星河之中闪闪发光 仔仔激动地趴在窗户玻璃上 兴奋地指着不远处的一颗星星 示意奥德斯尔也看看 只因才出生几天的仔仔 从没看见过这样的风景 不久后飞船穿过虫洞到达目的地 奥德斯尔抱着幼崽大踏步下了飞船 一看见奥德斯尔下来 皇帝等人就迫不及待地上前 这是仔仔吧 皇后看着奥德斯尔怀里的小团子激动不已 仔仔的心情棒极了 看见周围多了这么多人也不害怕 反而活泼地大家打招呼 等到一行人回到宫殿后 奥德斯尔把仔仔安顿好 就静止去了异式大厅 原本因仔仔的监护问题 而争吵不已的各位大臣 在奥德斯尔出现的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嘴 皇帝悄悄地给奥德斯尔试眼色 我们在讨论接下来仔仔的监护权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吗 奥德斯尔听后眼神闪烁 这是一位坐在圆桌旁的中年女性强调道 陛下 仔仔当然应该要在我们自然幼崽培育员 我们有最专业的育幼师和最先进的设备 他只有在我们那儿才会得到最有利的发展 仔仔应该住在我这儿才对 这是帝国首富的艾瑞池信誓旦旦道 仔仔应该住在我这儿才对 身为帝国的首富 我能为仔仔提供最优质的生活 一时间安静的议事大厅又开始争论起来 此时帝国的成员们正激烈地争论起来 纷纷声称右仔的抚养权是自己的 此时的奥德斯尔冷冷淡淡地看着这场道具 白希修长的首长拍在桌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顺时所有人被吓了一听 齐刷刷看向奥德斯尔 这时奥德斯尔看向一旁的皇帝 关于仔仔的监护权 既然和仔仔相关 不如就让仔仔自己选 陛下您觉得如何 皇帝点点头 那就这么办 然而就在事情即将敲定的时候 培育员园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元帅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 我建议让仔仔在半个月后再做出选择 以防止仔仔没有认权人就随便选择 这个建议主要是用来防着奥德斯尔 奥德斯尔想也不想地否决了这个建议 他还是有自己的私信 但其他人却纷纷表态同意 就连皇帝也觉得这个办法要好 输赢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能俘获团子的心 就这样仔仔小朋友被接到了别院 傍晚的别人 奥德斯尔一边抱着仔仔一边处理公务 其他人已经摩拳擦掌回去搬家了 仔仔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奥德斯尔 小家伙在奥德斯尔身上作乱 一会摸摸扣子 一会摇摇他肩上的肩章 口水顺着嘴巴流下来把肩章弄得湿漉漉的 奥德斯尔面上无奈 心中却十分轻松 这样愉快的情绪 自从成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过 帝国五百年来没有自然幼子 繁殖都是靠基因繁育 但这样做有极大的弊端 最开始基因繁育技术诞生之时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科技的一次重大进步 可渐渐地他们发现了不对劲 自然幼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 相比基因繁育而言 自然幼崽的繁育更加麻烦 由于基因繁育的简单方便 使兽人们不再经受生育之谷 可直到后来 基因繁育的后代开始精神暴乱 这时他们才发现基因繁育其实就是一场骗局 等到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 自然幼崽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生了 而更可怕的是 到奥德斯尔这一代的时候 基因繁育兽人的暴乱时间被提前到了18分 这么多年因为暴乱而承受不住自杀的兽人越来越多 帝国也对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视 而这时突然出现的宰崽就成了拯救帝国唯一的希望 此时的别院门口 门口带着配件的侍卫冲莱凯行李 王储殿下 我是来看宰崽的 莱凯抬手让侍卫起身 侍卫检查了一番莱凯 确定没有问题才放莱凯进去 这是皇帝下的命令 每个来别院的人都要检查以后才能进来 莱凯抿嘴 俊朗的眉心微微皱起 到了大厅后有女仆迎了上来 王储殿下 仔仔刚刚喝完奶已经睡着了 您要不要先在大厅等等 莱凯坐在椅子上脸色淡漠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女仆微笑地点头离开 莱凯伸手点开光脑打开仔仔的直播 直播间里 小小的仔仔躺在幼儿床上睡得香甜极了 莱凯面上不屑 心里却颇为傲娇 还挺可爱的 画面上小家伙动了动 慢慢地睁开眼睛 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很明显小家伙睡迷糊了 揉了揉眼睛 就在网友们以为他会叫哒哒的时候 仔仔动了 小家伙一连忙 仔仔的逆念呢 仔仔让的大一瓶逆念呢 看直播的网友们被小家伙 萌萌的小表情逗笑了 仔仔不难过 不就是一瓶奶吗 谁知小家伙脑子一时短路 静不管不顾地扑了过去 忘记床边还有栏杆这回事 于是仔仔的小脑袋 卡在了栏杆里 他的小脑袋在栏杆里转来转去 好像在困惑 为什么小脑袋拔不出来了 这时小家伙低头 就能看见掉在地上的人 于是他用力地把身子往前伸 就算是这个时候 仔仔也忘不了心心念念的怒怒 小家伙越来越用力 身体却没有如愿地钻出去 而是要掉不掉地卡在中间 还把自己的卡疼了 仔仔无助地叫着小六和奥德斯尔 小六被小家伙哭唧唧的 小乃鹰叫得慌了神 赶紧从商城找合适的道具 仔仔不哭不哭 咱们先别用力往外挤 我这就让你出来哦 兑换好道具后 小六还没来得及用 就听见门咔嚓一声打开了 是莱凯带着几个仆人来了 莱凯见状语速极快 快把他救出来 仆人们赶紧把仔仔放了出来 这时仔仔虽然恢复了自由 但一时还止不住哭 让人心疼极了 莱凯勉为其难地哄了红小家伙 别哭了 还记得莱凯的小家伙抬着头 一双泪眼好奇地盯着眼前的小哥哥 可是很快小家伙就对莱凯失去了兴趣 继续捧着脸蛋哭得伤心 一边哭小家伙还一边口齿不清地说 要 要命 知道仔仔为什么还在哭的原因有 莱凯想叫保姆机器人过来充奶 可环师一周也没发现保姆机器人的身影 他的保姆机器人呢 这时仆人们有些为难 连帅把机器人带去科研部升级了 其实掉在地上的那瓶奶是可以喝的 但莱凯是个洁瓶 就算奶瓶盖得很严实 他还是觉得太脏了 压根就没想过把地上的那瓶奶给宰宰喝 要不然让仆人先冲一瓶奶给小家伙垫垫 你们会冲奶吗 所有人齐刷刷的摇头 一般人家里都会配备机器人保姆 已经很少有兽人会自己动手了 屋子里是死一般的安静 莱凯有些纠结 他看向掉在地上的奶瓶 真的要把这瓶奶给宰宰了 啊 宰宰可不知道那么多 手舞足蹈的想要喝奶 莱凯最终还是没能忍住自己的洁癖 转身下达命令 所有人一起冲奶 选出最好的给宰宰 这么多人总有一个能成的 等到奶瓶和奶粉就位 所有人齐刷刷地按照网上搜来的步骤操作起来 莱凯也一丝不苟地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完成 水和奶粉的比例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小家伙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小肥脸放在栏杆上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冲奶粉 你们觉得谁会赢 那必定是王楚殿下 王楚殿下试试优秀 就算他没有给幼崽冲过奶粉 本兽人还是相信王楚殿下是最棒的 这时有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在弹幕区带节奏 要是仔仔最后没有选王楚殿下的就好玩 看直播的网友饶有兴趣地讨论着谁会是最后的一家 这时冲奶的最后一个步骤完成 所有人都把手上的奶粉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族人们特意留了个C位给莱凯放他冲的奶 一溜冲好的奶粉一次排开整整齐齐地放在仔仔的面前 等待着小家伙的挑选 莱凯也忍不住有些紧张 金色的瞳孔注视着幼小的仔仔 这时小家伙的目光在这一排的奶瓶上游移 最后只见小家伙小手一身 竟是要把所有的奶瓶都耐入囊中 力量那么好喝 当然是全都要了 小家伙一只手抱不过来 只能费劲地把所有奶瓶都聚拢到自己身边 这个举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哼哼大人才做选择 小孩子当然是全都要了 小家伙快乐地抱着奶瓶躺下 可他哪里能全都要 毕竟一个小仔仔肚子才多大 一瓶就能把他的小肚子给填饱 这时莱凯严肃地看着仔仔 只可以选一瓶 仔仔无辜地回望莱凯 抱着奶瓶不撒手 你在说什么 仔仔完全听不懂的呀 企图门混过关的小家伙 捕着嘴巴可可爱地看着奶瓶 莱凯耐心地又重复了一点 手指还比了背衣 仔仔不想听 于是把小被子盖在奶瓶上 自己也钻进背窝 莱凯被小家伙这一波 掩耳盗铃的操作气象 拍了拍 仔仔录在外面的屁股 躲也没有用 仔仔不搭理 捂着耳朵嘴里 奶生奶气的碎碎念 仔仔听不见 听不见 不过仔仔小朋友人小立威 哪怕躲在自认为最最安全的被子 也依旧被莱凯提了起 见他还抱着几瓶奶 莱凯微微一笑 像零小猫一样在空中抖了两下 一时间仔仔手里的奶瓶 巴达巴达掉在床上 至于仔仔小朋友 他伤心欲绝 怎么会有人居然和小仔仔抢咪咪 看着小家伙这样气鼓鼓的模样 莱凯的眼中闪过一丝性慰 怎么升起气来还这么可爱 这时莱凯指了指旁边堆起来的奶瓶 要是再不选的话就一瓶都没有了 此时的仔仔超级生气 一点也不想理这个坏蛋 但是仔仔真的好想喝咪咪哦 于是他皱着小眉头 小家伙看起来可怜巴巴的 最后小家伙终于还是屈服了 这时莱凯把奶瓶重新整气排好 把自己冲的那一瓶依旧放在C位 只不过仔仔小朋友拿了最角落的那一瓶 一时间弹幕众说纷纭 大家都觉得是因为那瓶离仔仔最近 然而只有小六才知道 这小家伙纯粹是觉得那个奶瓶最大 最角落的那瓶奶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女孩冲的 他发现自己居然被选中了 然后又是惊喜又是害怕 毕竟王楚殿下从来就没有在哪件事上失败了 唯独冲奶粉居然败给他 殿下该不会因此暗搓搓地给他穿小鞋吧 别人是怎么想的来凯不知道 他只是回去以后怎么都觉得不甘心 于是干脆把正在充电的保姆机器人 拉过来学习冲奶粉 这时认真学习的王楚殿下暗暗发誓 下次一定要让仔仔选择自己充的男人 第二天一早 想要竞争仔仔监护权的人就已经搬进了别院 包括皇帝和皇后 一进别院就看见奥德斯尔带着仔仔在花园溜达 这时皇后两眼放光地凑了上去 只不过仔仔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起因是今天早上小家伙要去找自己昨天捏的泥巴团团 但是泥巴早就被仆人清理干净 就在网友们以为仔仔会生气的时候 小家伙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生气 而是打算就地取材重新捏泥 但是重点来了 被奥德斯尔嘱咐过的保姆机器人阻止了仔仔 怨怨欲试的小胖手被机器人挡住了 小糯米团子以为他也想和自己一起玩 于是换了个地方 可机器人第二次挡住了仔仔 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物质 对幼崽的成长不利 所以不建议幼崽玩泥巴 机器人机械地重复着程序中储存的相关资料 这么一场创话 以仔仔小小的脑容量根本就没理解 他只听懂了小朋友不可以玩泥巴 于是小家伙攥着包子式的小拳头想推开他 但这可是帝国专门给仔仔配备的机器人 哪里是这么个软团子能推动的 这么一通操作 非但没能推动机器人 反而把小家伙给弹了回去 虽然小家伙才刚破可没几天 可作为神兽幼崽 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要面子在身上 于是小家伙看向旁边的系统一脸委屈的球鱼 只可惜小六并没有和仔仔站在一个立场 仔呀咱们玩泥巴确实是不太好 要不咱们玩别的好不好 没想到连彤彤都不和自己站在一边 小家伙看起来难过极了 气鼓鼓地瞪着机器人 他已经充分知道了两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于是并不傻得小朋友麻溜地翻个身爬走 同时还拒绝了一路上哥哥姐姐们的帮助 倔强地用自己的力量爬到奥德斯尔的卧室 但扑了个空 奥德斯尔已经去书房处理公卧了 怕小家伙着急 于是昨天冲奶胜出的那位女仆姐姐给仔仔指了路 重整旗鼓的仔仔又爬到了奥德斯尔的书房 到了书房门口 小家伙直接用脑袋当的一下柄开了门 这时仔仔摸摸小脑袋觉得自己有点晕乎乎的 于是静止爬进了书房 其他人都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元帅的书房除了有军屋以外 从来都不允许进去的 而现在有了一个例外 奥德斯尔在听见仔仔撞门的时候就已经抬头了 看见小家伙晕乎乎的模样 这位向来不把人放在心上的元帅大人也着了急 怎么拿头撞门 你个小家伙就不怕把脑子撞傻 奥德斯尔仔细看了看仔仔 把小家伙抱在怀里仔细地看着他的额头 刚刚撞门的声音虽然邦邦响 但是这小脑壳倒是没什么问题 于是他松了口气轻轻揉了揉小家伙的脑门 算了傻点就傻点 元帅府又不是养不起一只仔仔 仔仔扭头表示自己才不傻 奥德斯尔轻笑一声 扭头看到门外的保姆机器人 跑偏的小仔仔这才想起来自己爬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于是激动地指着机器人向奥德斯尔告着状 小家伙软软嫩嫩的脸蛋贴在奥德斯尔的脖梗上 虽然小家伙口齿不清 但看着对仔仔的了解 奥德斯尔还是听懂了小朋友的话 只不过仔仔 其实是我让机器人不让你玩泥巴的 小家伙满脸震惊地看着奥德斯尔 怎么可能 此时面对虫组眼睛都不长一下的元帅大人 在面对仔仔控诉的目光时 破天荒的居然有了一点心虚 仔仔 其实我们也可以玩饼了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就让小家伙反应过来 于是挣扎着要下去 仔仔挣扎得厉害 奥德斯尔怕伤到小家伙 于是只好把他放了下来 仔仔我们不生气了好不好 奥德斯尔低声下气地哄着小家伙 要是从前有人对他说他会这样低声下气地哄人 他一定二话不说 就让他知道什么叫低伯的不败战神 这时奥德斯尔长腿一胯站在仔仔面前 仔仔 你想去哪儿我抱你了 这样柔和的声音倒是让仔仔没那么生气了 于是小家伙开始提要求 要玩泥泥啊 奥德斯尔认真且严肃地回答 不可以 等你五岁以后才可以玩泥巴 谁知愿望落空 仔仔更生气了 哼哼就知道哄仔仔 仔仔要玩泥巴又不让 太太太过分了 于是仔仔短手短脚地绕过奥德斯尔溜出去 无奈奥德斯尔只能继续跟在仔仔身后 小家伙越想越起 眼泪花在圆溜溜的眼眶里打 这时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皇后兴奋地奔向仔仔 可仔仔现在的心情不太好 逼着头就是不愿意说话 注意到奇怪的气氛后 皇后朝奥德斯尔使了个眼色 怎么了 奥德斯尔心中着急 脸上就越发地明重起来 居然也不理皇后 最后还是女补小姐姐悄悄地和皇后说了前因后果 明白过来的皇后美好气地白了奥德斯尔一眼 对幼崽的态度怎么能这么冷硬呢 我们仔仔不气了好不好 一一带你去兜风 皇后的声音温柔又亲切 慢慢地靠近在角落缩成一团的糯米团子 小家伙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就被牵引出来 泪珠巴达巴达地砸在地上 这时皇后看到仔仔的眼泪更加心疼 于是皇后温柔且有力地抱着仔仔 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乖哦乖哦 仔仔不委屈了呀 一一带你去玩好不好 不过是玩个泥巴而已 干脆就花点钱让科研所研究出对仔仔无害的毒舌 哦 小家伙软软地趴在皇后环眼 小身子哭得一颤一颤的 奥德斯尔才知道小家伙掉了眼 于是紧张地看着仔仔 他很煎熬 听着幼崽小奶猫似细细弱弱的哭声 奥德斯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躁 糯米团子委屈地撅着嘴 肉嘟嘟嫩生生地脸大上满是泪痕 皇后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这是金黄色头发的俊美男人从大门口进来 美的脸泄露出一丝担忧 仔仔趴在皇后的怀里 眼眸怯生生地看着艾瑞池 艾瑞池弯腰牙牵着仔仔的手行了都稳手里 早安仔仔 金发男人低沉而富有雌性的声音十分悦耳 怎么还掉眼泪了 哭得眼睛肿了就不漂亮 于是他用柔软的针丝手 趴在糯米团子的脸上擦了擦 会不漂亮吗 仔仔蹬圆了眼睛生怕变丑 小胖手赶紧胡乱在脸上擦了擦 仔仔要做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朋友 不可以不漂亮吧 哄好了仔仔后 艾瑞池才想起来问是怎么回事 知道仔仔因为没有泥巴玩才哭唧唧 艾瑞池轻笑一声 后面的人提着一个箱子闻声上前 仔仔你看这是什么 那人打开盖子 里面装着一箱子泥巴 这是我特意让人做的 仔仔可以放心了 看到小家伙两眼放光 皇后索性把仔仔放下来 这下可以好好玩了 艾瑞池的礼物深得仔仔的欢心 小家伙去玩泥巴之前 还知道爬到艾瑞池身边表示一些 谢了谢了 随后胖乎乎的爪子 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玩泥巴 不用谢 我叫艾瑞池 接下来的这半个月请多多关照 希望仔仔会喜欢我这个新邻居 仔仔一愣慢吞吞地眨眨眼 反应过来后眼睛修得一下亮起 给玩泥巴的就是仔仔的欢心 仔仔一定会好好关照她 于是他挺着小胸腹 想要拍拍艾瑞池的肩膀 可惜没拍到 艾瑞好像高估了自己的身高 小家伙肉乎乎的小脸一红 想要看看旁边人的反应 大家十句地别过头假装没看见 没办法 仔仔可是个超级要面子的小朋友 要是把小家伙看羞了 又要好一顿哄才行 看到没有人看见小仔仔开心了 假装无事发声 点着脚拍拍艾瑞池的膝盖 一副豪气万千的小模样 蓝色的眼眸含着浓浓的笑语 艾瑞池十分荣幸地点头 那就拜托仔仔了 拜托 这样郑重其事的字眼 使仔仔小小的心迅速膨胀起来 被拜托了 小家伙严肃起来 挺得突出的小多度一本正经的点头 于是他告着装泥巴的箱子 非常大方地邀请艾瑞池一起玩 能让仔仔分享泥巴 看来艾瑞池在小家伙心里的印象很不错 两个人明明才刚认识不久 却在短短的时间里打成一团 轻轻热热地一起玩泥巴 在场的众人心里齐刷刷地被这句话刷屏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酸的味道 其中尤其以奥德斯尔的酸味最重 仔仔都还没和自己闻过呢 这时奥德斯尔靠近两人 仔仔看见面色冷峻的男人心里 还有点委屈 气哼哼地埋在艾瑞池腿上 奥德斯尔忧愿地看着我 无辜躺枪的艾瑞池无奈地看着奥德斯尔 怂怂间表示他也没办法 奥德斯尔垂着眸子 心里的想法飞速地旋转 难道仔仔不喜欢自己了吗 这时仔仔悄悄地从艾瑞池腿上一看 看着奥德斯尔失落的样子 心里有些着急 他虽然生气 但是他知道袁帅对自己很好 小家伙不想让袁帅不开心 可小朋友又觉得不可以这么快就和他和好 一时间纠结起来 奥德斯尔最终还是决定离开 你们玩我去处理公务 既然仔仔不喜欢他 他就不留在这里让仔仔不开心了 仔仔有些着急地喊着奥德斯尔 可惜声音太小 除了艾瑞池就没人听见了 艾瑞池低头看着小家伙担忧的母亲 心里明白两个人心里都念着对方 只是都不罢了说出口话 仔仔我们一起玩吧 就算他们两个都挂念着对方又如 自己可是来争夺仔仔的监护权 何必做多余的事增加自己的竞争难度呢 此时的小家伙闷闷的低着头 玩尼巴也没有昨天那么起劲 书房里的奥德斯尔靠在椅子上 以往很快就能处理完的文件 现在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这时的奥德斯尔觉得有点焦躁 并且这种焦躁正在越来越强烈 仿佛中奥德斯尔思考起一个问题 他有多久没打镇定机 好像自从有了仔仔影 他就没有再用镇定机 现在是要暴乱了吗 镇定机在卧室 不行 自己不能过去 万一自己再去的过程中失控的话 会吓到仔仔 趁着还有一丝清醒上仔 奥德斯尔拨通光脑打给助手 让他带镇定机过来 面子里的仔仔有一搭没一搭的捏着颗巴 突然看见一个叔叔神色匆匆地 从外面往书房那走 于是小家伙立马就跟了上去 艾瑞池见状只好跟了上去 仔仔你要去哪 助手在书房门口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里面打开了一条门缝 一只颤抖的手从里面伸出来 接过什么东西 然后立马就把门锁了紧 仔仔看得很清楚 他心里生起一种不妙的预感 于是赶紧跑到那个叔叔面前 他怎么样了 现在这个书房里 给他一种压迫感很强的感觉 可从前在这里的时候 确明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李德福愣了一会儿 可在听清仔仔的问题后 他没忍住叹了口气 元帅要精神暴乱了 我带你走吧 也不知道镇定机能不能管用 毕竟镇定机要在狂暴之前用才急 元帅用的太实了 什么精神暴乱 仔仔一脸迷茫 系统闻眼眼睛一亮 精神暴乱就是元帅的脑袋等会儿会很痛 所以我们进去帮帮他好不好 仔仔要是这次能多吸收一点奥德斯尔的狂暴之 那么自己离重生岂不是更见于别人 只要仔仔进去 保准奥德斯尔能力能要到别人 元帅会很痛 见仔仔呆呆的 李德福来不及解释 弯腰就想抱仔仔离开 谁承想小家伙一弯腰躲开李德福的手 修的一下溜到门口 钻着拳头用力拍门 快开门让仔仔进去 李德福脸色巨变 受人精神暴乱期间可听不得声音 哪里有声音他就会攻击哪个方向 情急之下李德福立马捂住仔仔的嘴 咱们去别的地方好不好 这时艾瑞池正好跟过来 以为是李德福想行凶 进一个回旋梯把人踢倒下了 大人元帅要精神暴乱了 仔仔刚刚想进去 我是在阻止他 李德福委屈极了 但现在不是委屈的时候 解释完就想带着仔仔离开 艾瑞池看着紧索的房门眉头皱起 拉着仔仔的手当机立断 快走 谁知小家伙死死地抠着门不愿意放开 同时还不断呼唤着元帅的名字 此时的书房内 奥德斯尔将镇定剂注射进去 却没有如愿压制住心里不断生腾起来的躁拥 大手一挥就桌面上的东西全都擦在地上 在浩瀚无垠的精神喊中 密密麻麻的精神触手仿佛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 奥德斯尔眉头紧索 紧接着额角的轻轻爆起 密支镇定剂不够 奥德斯尔干脆再注射两支 企图强行压制住蠢蠢欲动的精神力 透明的液体顺着血管进入身体 奥德斯尔非但没有半分惊喜 反而越发焦躁 在一片黑暗中 他仿佛听到了仔仔的声音 小家伙着急地要灭 小脑壳帮帮帮地在门前敲着 艾瑞池伸手接住仔仔的脑袋柔声劝你 仔仔乖 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不好 可仔仔根本就听不进去 仔等会我帮你把门打开 你赶紧进去 小六说完立马用能量点把门打开 于是仔仔用脑壳把门撞开后 就消失在门口 艾瑞池想抓住仔仔 可下一秒却被关在门外 书房里奥德斯尔痛苦地倒在地上挣扎 木质的地板上是犹如野兽一般的抓痕 仔仔看此情景 痘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滚了出来 于是只好抱着奥德斯尔依赖般地蹭了蹭 每次自己这样和袁帅贴贴 袁帅的眼睛就会变得温柔 浑身散发着舒服的气息 仔仔用力地抱着奥德斯尔的手 可奥德斯尔此时已经完全陷入混沌的状态 大脑里撕裂的痛意让他不堪忍受 此时他仿佛听到了幼崽奶声奶气带着哭腔的声音 坚硬的手臂上仿佛被一个软软的团子紧紧抱着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睁开眼睛 仔仔肉呼呼的脸蛋在面前晃动 是幻觉吗 好真实的幻觉 就算是幻觉也无所谓 现在他只想再摸一摸仔仔 他很厚 后悔惹出了仔仔 后悔没有好好的哄仔仔 下一刻柔软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全身 真的是仔仔 奥德斯尔一个机灵从混沌中清醒过来 看到幼崽泪汪汪的眼睛 别 别哭 仔仔假装自己没哭 小胖手粗糙地给自己抹了抹眼泪 随后奥德斯尔的意识渐渐清醒了一些 这时他看着乱七八糟的书房 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艾瑞池那家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把仔仔放进书房 难道他不知道现在有多危险吗 是仔仔自己要来打 元帅都要痛苦了 仔仔要好好陪着元帅才行 被仔仔这样温暖的话能温暖 奥德斯尔的眼睛柔和下来 忍不住用力地抱着仔仔 从来没有人这样直白地向他表现对自己的担忧 然而奥德斯尔在短暂的笑意后 很快映下心肠 想要送仔仔出去 镇定计没办法让他平静下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 但也没多少时间了 他不想让仔仔看见自己扭曲丑陋的影子 仔仔摇头 小胖手越发用力地抱着奥德斯尔的手 不要 快走 奥德斯尔觉得自己要撑不住 用力地把仔仔远远地推开 谁知下一秒 他的精神海就开始涌起惊涛海浪